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故事下方 礼物赞赏一下 我此刻有点蒙泉 我完全倒不明白 这牧主人的心思 马老爷子 有一点我想不通 不管是成千上万的黑马八舌 还是这些百物 牧主人很明显是想置我们于死地啊 可是为什么会留下 这么一枚钥匙呢 这就好比一个抢劫犯 费尽心思 才把你绑架到荒郊野外 结果又丢下个电话让你报警 马如龙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 你有没有注意到 石壁上的那些文字 那些象形文字吗 我有些疑惑地问 不知道这些文字 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马如龙说道 其实那部分文字 也就是告诉我们怎么降服黑马八的 并不是牧主人刻上去的 而是后来人刻上去的 因为字迹太鲜了 按照我得到的情报 有一位爵士高手曾来过这里 并且成功地避开所有机关 进入古墓 只不过他最后什么宝物都没有带出来 马如龙露顶着我轻轻地说着 我给马如龙这么盯着 突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我发现他好像对我有种另眼相看的味道 跟我说话的态度比之前好上许多 也不知道这老狐狐狸打的是什么主意 不过我还是被他的话的内容 给吓了一大跳 忍不住说道 不可能吧 这个世界上真有人能避开这么多机关和猛兽吗 我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因为我们能走到现在这一步 已经算是奇迹了 在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上 不仅有土地婆 石炎罗 还有数不尽的黑曼巴蛇 如果不是这一次装备足够精良 再加上凯瑟琳这样的高手压阵 我就是用逆天的运气都杀不进来 而过去的盗墓贼 都是一些什么装备啊 无非是背着洛阳铲 腰上揣着一把砍刀 能用盒子炮这种洋玩意儿 值得吹嘘的事情啊 更别提重机枪火箭筒什么的 他们能闯进这种龙潭虎穴吗 马如龙淡淡地说道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五千年来 墓主人和盗墓者一直都在较量 古人既然能够设计出这种墓穴 后人就必然能够破制 小伙子 你还嫩了点 要不是盗墓记已失传太多的话 你还会看到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说吧 眯着眼似乎是在思考什么问题 见他这副模样我也没敢去打扰 而是从石壁上跳了下来 走过去照顾受伤的王源潮和胖子 王源潮还能迷迷糊糊地喝水 不过胖子依旧是昏迷不醒 我给胖子检查了一下 发现他的呼吸平稳也没有发烧 应该是蛇药气作用了 估计再睡一会儿就可以醒过来 这时候 凯撒林走到我旁边就说 他说 马如龙说的是真的 的确有位爵士高手来过这里 你知道他为什么一样宝物都没有带出来吗 马如龙看了一眼凯撒林 然后他嘴角动了动 似乎想阻止凯撒林接着说下去 不过最终却没有开口 我突然想起之前的三十二个语文 莫非是因为古墓里的文字他看不懂 所以不敢精益深入 古墓里都是青阳村上的那种文字语文 那种方方正正的文字 每个字之间只有一点点的区别 如果没有专业的字典去解读的话 哪怕是研究一百年都研究不出个卵子来 当时我还在好奇 为什么马如龙可以看懂这些文字 现在我明白了 马如龙那半调子的破译方法 就是那位爵士高手带出来的 说不定他口中的爵士高手 也是暗组织的人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暗组织为什么要第二次进入这里呢 一时之间我思绪四起 马如龙转过话题 似乎是不想凯撒林多嘴 你说的没错 这里的文字应该是以语文为主才对 那些象形文字出现得太突兀了 所以我猜测 是那位爵士高手留下的 我突然明白了 马如龙之前说的话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在中国古代 和蛇最亲近的民族 叫做乌恒族 这个族群以蛇为图腾 少男少女都喜欢与蛇共舞 我曾经在一本古老的典籍上见过 说这个民族可以听懂蛇语 能够指挥并控制蛇的行动 诸葛亮在提起孟霍的时候 因为打不过诸葛亮 孟霍就请到乌恒一族人来帮忙 让他们驱赶毒蛇 袭击蜀军 让诸葛亮一时之间大败 只不过乌恒一族 这种蛇文化 在当时完全不受认可 被归咎为原始蛮夷 最终他们被魏国消灭 后来统化到了汉族 而先前那个音调 或许就是乌恒族 流传下来控制蛇的蛇语 否则那些黑满巴 不会一听到那个声音 就乖乖地爬回蛇窝之中的 当然我这些话并没有说出来 此刻马如龙继续说道 虽然石壁上的蚊子救了我们 但是我想说 如果这个迫切方法 真的是那位绝世高手留下的 那么他肯定也是不怀好意 我摇里摇头 得救就行了 想那么多也是没用的 王元朝这会儿也醒了过来 他突然撑起身子 有些诧异地看着四周 然后疑惑地望着我 似乎在询问我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皱着眉头就问他 等会儿再说 元朝 你现在身体好下了吗 这些蛇毒 可不是开玩笑的 既然已经挤了出来 但难免有一些混入血液之中 要是有什么后遗症 那就麻烦了 王元朝笑了笑 说 我身体没事 感觉挺好的 凯撒林鼻子哼了一声 大叔 那些蛇药可都是进口货 一瓶起码一万块 当然能治得了 这黑曼巴的毒了 我美鸟这个问题少女 见王元朝 没事 我去看胖子 只不过 我这一看 差点包给气疯了 这死胖子 居然在流口水 嘴巴里 还发出轻微的憨声 我啪啪啪地 连扇好几个耳光 你他妈赶紧给老子起来 再不起来 我弄死你 胖子迷迷糊糊地 又要躺下去睡觉 小叮挡别烦我 胖也正在 做梦吃鸡腿呢 等我吃饱了 再把我叫醒 胖子叔叔 那我请你吃烤猪 好不好啊 凯撒林似乎发现 什么好玩的事情 他掏出一枚粉红色手雷 笑嘻嘻地 在胖子眼前 晃来晃去 胖子瞬间蹦了起来 那模样精神地 能赶上奥运会见将了 胖子欲哭无泪 姑奶奶 你别这么怒我啊 有本人 你炸李叮当去 老亲父我算什么事啊 这他娘的是 人善被人骑啊 你说什么 海撒林胸一挺 胖子一下躲到我的身后 我什么也没说 你可千万别生气 女孩子生气 会长皱纹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我当摸金校尉的那些年 想了解更多 请关注新浪微博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